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尬聊 简单生活 做做饭,唠唠嗑 简单幸福,没谁了 开活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公报鸡丁 是切好的鸡丁 然后放一点盐 先腌制一下 比如放太多 因为一会儿还要再调味 然后放一点黑胡椒 再放一点老抽 调底色,然后把它搅拌一下 抓匀 老抽放的稍微一点少 可以再多放一点 放少的话 它这个做出来的颜色不太好看 然后搅拌好 搅拌好以后放点油 防止一会儿下锅炸到什么 它会糊底 然后再加上少许生粉 加生粉以后再搅拌一下 好,我们腌制一下 然后下锅和油煎 好,我们现在调个味 我们加了一些老抽 然后加一勺玉米淀粉 加一点点醋 喜欢吃酸的呢 就多加点醋 好,然后喜欢吃甜的呢 然后喜欢吃甜的呢 就多加点糖 我们再加一点点酱油进去 再加上一勺的那个白胡椒粉 再加上几勺糖 好,我们把料搅匀放到一边 好,我们把锅中加一些油 然后我们开始把这个鸡肉过油 准备了一些胡萝卜 姜粒 然后紫葱 大蒜 还有一点青花椒 这个料头就是青花椒和干辣椒 在油还没开的时候 就把这个鸡肉在锅当中去划锅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炸得太老 好,冷锅下热 下油,把它划开 这肉一定要炸的时候 边翻锅底 要不然会糊在锅底上 好,这个又已经熟了 我们把它捞出来 然后放到一边 这个油呢 我们一会儿再炸一点花生 好,我们把肉捞出以后 把花生倒进去 花生很快就熟了 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可以 好,这已经熟了 我们把它放到盘子里晾凉 然后就一会儿备用 因为这鸡肉已经过过油了 所以我们就锅里少放点油 然后用来爆这个料头 把这个料头先放进去 好,已经炒香了 我们现在锅里加上鸡肉 然后加入这些调料 其他黄瓜呢 其他黄瓜呢,可以加一点黄瓜 好,我们这不加黄瓜呢 就再切两个黄瓜放进去 让提前好的调味料放进去 好 然后再加入花生 然后再加入花生 好 一排香焖焖的冬爆鸡就做好了 好,那我们去品尝吧 喜欢小谷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订阅收藏哦